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韩国影片《男育女》 女猪尚民是一位母亲,她有一个患自闭症的儿子 而鸡鸿是名父亲,有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女儿 为了孩子,他们同时来到这个被白雪覆盖的城市芬兰 并上了同一所特殊学校 他们爱着孩子,却又被这个望不见出路的生活所折磨 日复一日,学校组织孩子们去露营,家长自然不能陪同 而尚民却放心不下,焦灶中想抽根烟,想惊恐借火 导致她同样来自韩国,于是提有车的鸡鸿送她去露营地 远远地看到孩子们露营的地方,尚民犹豫了 她想到也许是自己太敏感了 正好可以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于是他们开始折返 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雪,遇到了交通管制 他们不得不在服务区坐停留 随之第二天,学依然没有要挺的迹象 他们相约去附近的森林转转 他们走得很远,见到一个小木屋就走了进去 此时说不清这到底是狭小空间中 突如其来的荷尔蒙作祟,还是两颗孤独之心的心情相吸 两个生活疲惫的中研人只有在此时 才能暂且讨历这个充满智库的世界,找回真正的自己 不过一切都是短暂的 两条平行线短暂的橡胶再回到从前,再正常不过 这次分别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了韩国 没多久他们再次相遇,此时双方内心早已波涛汹涌 随之而来的就是鸡红的猛烈攻势 只不过这太过奢侈,因为两个人在婚姻内 虽然各自的婚姻早已千疮百孔 上边的老公看不出对他的关心 而激红的老婆因为太在意他经常情绪失控 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让他心里焦脆 所以当两个太久没有感受到家庭温暖的人 在突然遇到对方时才会沉沦的如此之快 就算这是待着脚铐在跳舞 可止到最后当商民孤独已至,向老公坦诚记忆外遇 在酒店等着鸡红的到来时,站在门外的鸡红却迟出不前 留给我们看到的是空空的走廊 电影结束 该片之所以受注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男主角孔佑 在片中献上了自己从影以来的首次激情戏 他虽然有着健硕的身材 但在观众心目中,孔佑及其作品 一直都走比较保守的路线 这次为了男女女,他不惜牺牲色相 和全都言来次激情的爱情戏码成为最大话题 而片中男女的感情故事 真正是倒进了杰弗印中 这首诗所有的肝肠寸断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赶君缠绵意,记载红落如 妾家高楼连怨起,两人至极明光里 知君用心辱日月,是夫是妮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锤,恨不相逢未嫁时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想获得更多剧情,请下载观看 喜欢本视频,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